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高调宣布 那民政党将会在即将到来的六周选举当中 上阵至少30个州议席 并希望选民给予国盟支持 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委托来推动改革 那上一届大选一席都没有的民政党 这次可以仗着国盟掀起的日朝扭转局面吗 依赖华裔支持的民政党 在国盟盟党伊党还有土团党狂打种族宗教牌之后 还有底气上阵飞马来选区吗 但刘华财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是信心满满 还提出了自己的新论述 他说1119大选掀起的是绿朝 但接下来的州选不会只是绿朝 而是民朝Glomba Raiat 因此国盟包括民政党将会获得更多支持 那刘华财发现到 自从团结政府上台之后呢 人民已经对首相安华领导的政府感到失望 因此他希望大家把这次州选 视为是对团结政府的公投 他呼吁选民支持国盟 尤其是民政党的候选员 以壮大国盟的政治力量 为国家的发展跟人民的福祉 做出更大贡献 那民政党是雄心勃勃迎接来界州选 但攻打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就大破冷水 认为民政党本来就无法吸引非马来选票 现在在加入国盟之后就更加是难上加难 因此如果民政党要赢得议席的话 就只能够像在国阵里的马华那样 争取上阵一些马来选区 利用国盟的马来票 保送一些议席给他们 但是伊党跟土团党会让出这些议席给他们吗 阿兹米哈山认为 就算民政党能够争取到上阵 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 那也只会是一些马来选民占五成到六成的选区 而这些选区一般也是土团党或者伊党 认为他们胜算不大的选区 而这些选区也不是民政党能够容易拿下的选区 主要是因为这四成到五成的非马来选民 一般是西蒙的支持者 那即使他们不喜欢国政 也会为了保住团结政府而把票投给国政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政党即使在马来人跟非马来人 占百分之五十的选区当中 机会也是很渺茫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 刘华才还是坚决地相信 目前的政局对国盟 特别对民政党是有利的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认为 现在的政局和1119大选不一样 当时候确实是马来选民支持国盟而掀起所谓的绿潮 但他认为现在国盟除了马来支持率增加之外 非穆斯林对国盟的信心也增加了 所以他希望选民可以给国盟一个委托 让国盟来推动改革和发展议程 同时也把这场周选当成一场对现任团结政府的公投 我们的方式也是一个公投来表达对现在的政府的不满 因为我们都很知道现在的政府 人民都非常的辛苦 特别是他们所讲的东西跟所做的东西不一样 在第15届的大选里面所答应的东西都没有给提承诺 我们只要做的东西就是把真相告诉给人民 希望那些非马来人就是非穆斯林的 会更清楚看到这个事实 然后公投表达你们的不满 把票支持给国盟了 刘华财是信心满满地认为 六周周选将会掀起民潮 国盟的支持率会比1119大选更高 但是工大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却大泼冷水 他认为民政党要争取非穆斯林的选票 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这些日子以来 他的盟党 尤其是伊斯兰党 一直煽动种族和宗教课题 来吸引马来选民的支持 因此民政党就算上阵60个议席 他认为也会捧蛋 而阿兹米·哈山认为除非民众党可以像早前在国阵里头的马华那样到穆斯林站多数的选区上阵 那么还可以在国盟马来票的保送下赢得几个议席 但是他表示 以目前僧多州少的情况来看 土团党和伊斯兰党是不会让出他们那些稳赢的议席给民政党的 阿兹米·哈山认为 虽然国盟清楚的知道 在现实考量下 民政党是无法为国盟贡献一席的 但他还是需要民政党 因为国盟需要证明他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阵营 他们有来自非马来群体的选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民政党在国盟里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因此 感谢观看